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爱音乐 爱摄影 爱旅行 摄影是我音乐之外的第二种表达 我在60岁生日的时候 我就要学会滑这个滑板 他就是第一个获得金唱片奖的流行歌手 程芳源 我觉得我特别爱音乐 就是爱到无以复加 让我们跟随他的音乐一起旅行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了不起的歌》 我是嘉明 今天我们节目请来的这位嘉宾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演唱的时候 我们家还是黑白电视 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他的旋律是彩色的 他是那个时代 无数文艺青年的青春榜样 他用音乐给无数人 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回忆 他就是中国新唱片奖得主 程芳源 程芳源 知名歌手 国家一级演员 程芳源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毕业之初在中央乐团 任二胡演奏员 后进入东方歌舞团 转型成为歌手 在80年代初期 年轻的程芳源留着短发 背着吉他 身穿白衬衫的形象 随着他的歌声深入人心 成为当时现象级的流行歌手 他用几十载的艺术生涯 创造了诸多第一 他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 所谓自弹自唱的女歌手 也是所谓获得金唱片奖的流行歌手 时至今日 程芳源仍然用他的活力与青春 让观众感受最蕴含丰厚 清纯明彻的音乐 他演唱的《游子吟》 《童年》 《我多想》等歌曲 在今天仍然被大众所喜爱 也成为了一代人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 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 头发白了 水浑浑浑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 路火旁打断 水浑浑浑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唤诚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驾驭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 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当你老了 烟眉的吹 灯火昏黄不定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 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当我老了 我真希望 这首歌是 传给你的 欢迎您 好久没见了 心里话啊 我觉得 有点老泪纵横啊 对 我觉得 请坐 请坐 程老师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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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屏幕能够把刚才程老师演唱的时候 那个大屏幕那个图片 能出来一点点吧 所以 就是演唱会的时候 人生就像一页一页的书 一片一片的就翻过去了 您的比喻是一页一页的书 你觉得呢 人生 你要说人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 对啊 是啊 我们都是从第一页往后看 有的时候 回首往事的时候 也会从后往前翻 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特别好 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站在人生的一个下半场的时候 回首往事 回首人生 我觉得非常的美 非常有诗意 您介意谈年龄这个话题吗 我不介意 我一点都不介意 但我一直觉得就是 青春是一种态度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对 站在六十这样的一个节点 您怎么看您的上半场 哎呦 我的上半场很丰富啊 丰富多彩 我应该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对 我觉得我也 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候 然后从事了一个 自己热爱的一个工作 对 我非常幸运 对 而且我非常感恩 其实您一入行 就是干的是很帅的事儿了 想想那个时候一把吉他 白T恤 牛仔裤 自弹自唱 当时其实这种演唱形式 有点小小的叛逆 有点让人瞠目结舌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唱歌 都是立着一个杆 然后基本上手是这样子的 我那时候刚开始演出的时候 我们刚刚国家改革开放 我们流行歌曲可以拿着话筒唱了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不要干了 对 不要干了 你别看一个小小的动作 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颠覆 对传统的那种形式 没错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弹琴 我就拿着话筒唱 底下还没唱呢 底下就一片掌声 因为他知道你肯定要唱流行歌曲 今天现场都是00后的学音乐的孩子们 大家猜一猜 程凡员老师是音乐学院毕业 但是你们猜他学的是什么 专业吗 有人知道吗 什么 唱歌 我学的是二胡专业 对 你看孩子们的表情 二胡 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上小学吧 中学那个时候 也没有条件什么学钢琴什么的 然后我们在学校的宣传队 那有阳琴 什么手风琴 有二胡 然后二胡我觉得好像两个人想 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我就试一试吧 但是我发现我还是有点天赋 就是说在我没学过的情况下 我也不食谱的情况下 我能跟着那个旋律 在琴上能摸出来 后来我是考上中 现在叫国家交响乐团 国交 就是走上了这个音乐之路吧 所以您觉得自己是算是叛逆吗 非常叛逆 非常叛逆 不走平寻常路吧 对 有一句话叫时事造英雄 当然我不算英雄 当你赶上了一个时代的大潮的时候 它把你就卷到了这个浪潮里 也有很多的契机 人生有很多的节点 那么你抓住了这个机会 也许它就成就了你后来的这个事业吧 比如说 比如说我最早的时候怎么上台的呢 当时是王明老师写了一首歌 就是一个电视剧的插曲叫旅途之歌 而且当时是没有风轨录音的 是在棚里边跟乐队一起录的 所以就就是一气呵成 一遍就录完了 然后大家就很惊讶 那些乐队的老师就 哟 这小孩会唱歌 没想到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老师们就带我出去演出 然后又有了最后有一首 这个电视剧的插曲叫 当时那个电视剧叫《虾球传》 《虾球传》 对 《虾球传》 那个时候在中国 早期的电视连续剧 然后那首歌叫《游子银》 《游子银》 都说那海水有苦有咸 对 当时连续剧不太多 就广为流传这首歌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点 它穿起来了 然后这时候东方歌舞团的 王坤老师 就把我招到了东方歌舞团 他说你愿意来唱歌吗 我说愿意 但是我还能拉二胡吗 这时候特逗 他说你当然可以拉了 我说我还要在乐队里头拉吗 他说那就不必拉 你就直接独唱吧 就是那样 现在回过头来看 可能人生的一个一个节点 就像一颗一颗珍珠一样 但是它需要一根线穿起来 从您的角度 这个动音是什么 这个动音就是热爱 就是执着 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爱音乐 就是爱到无以复加 我那时候就是练琴的时候 真是头悬梁追刺骨 不是父母逼迫的 没人逼我 完全是您自己 完全是自己 就是练琴大概 十个小时应该有了 如果说有学契乐专业的同学 其实我是感同身受 非常苦 我们手上当时全部都是奖子 就是二胡它是没有纸板的嘛 它就两根弦 那个弦是把你的肉都给拉开了 把那个指尖的皮肤 其实都拉开了已经 很疼 但是慢慢慢慢地 经过那个阶段就成了奖子了 所以 但您都没有放弃 那不放弃 因为太喜欢了 但我觉得还有一点 除了用功以外 其实天赋非常重要 一个是天赋 一个是热爱 您看陈老师 聊您的上半场 聊到现在 我能记住 您看您说的几个关键词 到目前为止 幸运 热爱 感恩 叛逆 对对对 叛逆 对 叛逆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首先你要有这个胆识 另外你对自身 要有一个了解 另外你 你更渴望 成为一个什么 所以您所说的叛逆 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 说你让我这样 我非要这样 不是 而是您是觉得 在改革开放之后 您的视野和思想 打开了以后 我觉得我是 时代的一个叛逆 就是说 在大家都 按部就班地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不满足于这样 我不满足于这样的表达 我不满足于 二胡的两根弦的表达 我觉得我的唱歌 我的嗓子 就是一个长在身上的乐器 我觉得我通过 我的歌声表达 情感 更直接 对我来说更得心应手 在大家都按部就班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上台是这样的时候 我就不满足于这样 对 我不满足于这样的表达 而且当时在我们的行内有很多的前辈 他们是看不上我唱了流星歌曲的 他们觉得 这时候都不入流 不能登大雅之堂 你明明要拉二胡拉得很好嘛 你为什么非要去唱流星歌曲 说到流星歌曲的就是 画等号的就是秘秘之音 你知道吗 所以像这些事情上 我觉得我是叛逆的 就是我不同意他们这种观点 就是因为有很好的作品 有很好感人的歌声 就是我听到的那些作品和那些歌手唱的 我都觉得每首都打动我 都是直指人心 有些语言我可能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打动我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错呀 我就顶着这种压力去唱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讲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我的心里没有它 好嘞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讲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我的心里没有它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讲 我的眼睛为了你看 我的眉毛为了你画 从来不是为了它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 那一天 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 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 对着你才叫我牵挂 对着你把心来挂 让你看着我明白 我的心里可有它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讲 我的眼睛为了你看 我的眉毛为了你画 从来不是为了它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 那一天 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 只怪我 当时没有把你留下 对着你把心来挂 让你看着我明白 让你看着我明白 我的心里可有它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讲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我的心里没有它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我的心里没有它 我的心里没有它 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其实这四个字 我们大家都听过对吧 可以说文艺青年这四个字 跟陈方元老师有着脱不了的干系 我就是文艺青年 80年代真的是一个火热的年代 我们这拨人就是对什么都感兴趣 今天有一个展览画展要去看 有一个书法展要去看 有一个摄影展要去看 所以这个点点滴滴的积累 使得我后来对摄影特别感兴趣 特别喜欢 现在几乎是我的 快成了我第二专业了 都是在那个时代埋下的种子 对对 包括你看 后来我们去东方歌舞团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南美演出 我们去一个当地的团去参观 我记得是一个男孩子 长得很漂亮 他跳了一段 就是用那个天鹅 那段音乐天鹅之死 他用的那段音乐 跳了一段现代舞 我就看着看着 我就到他最后的时候 趴在地上的时候 我的眼泪啊 就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就觉得太美了 他没什么大技巧 但是他的那种舞蹈与会 直接把我给镇住了 其实我听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一下明白 您所谈的这个幸运 其实有更丰富的内涵 您作为最风华正茂的时候 您吸收了世界最丰富的文化 文学艺术的资讯 是 它像种子一样 其实一直在您的心里面 对 在深根发芽 现在大家都会唱音乐 一点都不稀奇 我们有时候还需要 学一些其他语种的歌 我们要去不同的国家去演出 有时候要学法语 要日语 要西班牙语 然后我们去非洲演出 还要学当地的一些小语种 你知道吗 真厉害 学当地的歌 我可以给大家唱一个 唱一个 《You belong to me》 唱一个 《You belong to me》 唱一个《You belong to me》 《You belong to me》 《You belong to me》 太美了 继续 我再绣一个西班牙文歌 这是一首南美的歌叫绿色的小鸟 Bajario Verde Bajario Verde Gomo no queres que llore Bajario Verde Gomo no voy a llorar Bajario Verde Gomo no queres que llore Bajario Verde Gomo no voy a llorar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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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Si una sola vida tengo Bajario Verde Bajario Verde Gomo no queres que llor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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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Si una sola vida tengo Bajario Verde Gomo no queres que llore Bajario Verde Gomo no queres que llore Bajario Verde Sí, ai, ai condition me 他得唱什么像什么 而且唱什么 他都吸引人 你看这三首歌 陈方元老师 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哇 这就是 艺术家的魅力 好久没唱了 这句 太棒了 AB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s just happened to be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I'll make it easier for you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e, Re,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way to run Soul,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ul Tee,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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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e,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A line, A note to follow soul Tee,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ll bring us back to Do O, OF OH,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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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A startup with jam and sand Fa, A dream with jam and love That'll bring us back to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A doe, a deer, a female deer Rae,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way to run So, I need a fooling friend Far, I know to follow So, team, a dreamy gem of bread That'll bring us back Don't ride on me far So, love, team, a dreamy gem of bread 那刚才其实在聊上半场的时候 程老师已经说过了 其实那个时候埋下的种子 说摄影已经成为了 您除音乐以外的 第二一种爱好或者是表达 一种语言 但是您还记得 您背着相机开始旅行 最早是多少岁的时候 我真正有一次开始摄影的 是我去西藏 西藏 对 应该是我91年的样子吧 90年代初 我们去演出去慰问 然后那片土地是让我太难忘了 当时我觉得 就是每一天都会看到 让你产生视觉震撼的这种东西 没错 比方说它的那个金帆 它的那个色彩 比方说它那个门帘子 就一个简单的门帘子 包括藏族的服装 没错 包括他们的神情 包括那些老人脸上那种 那种风吹日晒的那些皱纹 深深的那种刀刻一般的皱纹 所以我都觉得 哎呦 就是让我太震撼了 都像一幅幅最精美的画 对 对对 然后就那个时候 我才开始意识到 哎 我要把这个记录下来 这个记录 就是我走上摄影 这条路的开始 它的开端 那这样好不好 咱们接下来 跟着陈房源老师的摄影作品 去旅行好不好 我先说中间那个 最上面那个老太太的那个 那个是我在古巴 古巴 你注意到 她的手上拿了一根雪茄 雪茄 那个老太太 当时我觉得 我是在躲在远处 拿一个长胶吊的 她不停地在动 我就躲在一个墙后边 然后她稍微停止了一下 我就赶紧拍了一下 然后你看 下边那个黄墙的那个 也是在古巴 也是一个妇女 她嘴上叼着一根雪茄 没错 因为那个哈瓦那就产雪茄嘛 然后我又把她的皮肤 就又加深了一点 所以使得她那个雪茄 特别地明显吧 这是一个 然后下边你看这个 当时就是看到她的时候 就走不动路了 没错 我觉得这张脸太有意思了 长得也很标致 然后关键就是 她的那个白胡子 没错 这得留多少年呢 这白胡子 而且叼着一只雪茄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些抑郁风情 我觉得尤其是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呢 它可以说每时每刻 它都让你产生这种视觉震撼 你看到这个也觉得有意思 你看到那个也有意思 没错 所以说在这个旅途当中 实际上你丰富了自己的这个视觉 是一场视觉盛宴 然后咱们再看左边吧 下边的这个第二个吧 就是那个 你想像那个图像什么 像那个蒙德里安的画 就是它的那个 几个色彩的色块 有一点黑的边边 然后正好前面有一个水 倒映在那个水里边 你看到了吗 它是一个横的构图 它形成了一个对称的效果 对 很像蒙德里安的那个画的 那个风格 这个就在北京 在一个文创园里边 其实它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对 但是您把它捕捉之后 就产生这样的效果了 对 其实有些东西 就是一个瞬间的一个 尤其一个动态的一些东西 就是瞬间的捕捉 来不及想那么多 没错 就是一个本能 然后再往下看的这张 我觉得对 我发现您这张 就您还会善于捕捉 这种生活中的一个 小瞬间的情 有情绪在里面 对 这个其实拍人物 有的时候就是瞬间捕捉 对 捕捉它的神态 捕捉它的一些动作 这个是怎么呢 在故宫 在故宫 我才知道 现在故宫里边 有好多人 穿上皇上的衣服 穿上宫女 他们要扮上 扮上那个人物 然后在那照相 很有意思 你看这边有两副 就是静态的了 发现我对 比较抽象的一些构图 光影的一些关系 一些对比 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然后你看上面 那张雪景 也是去年的春天 北京最后的一场雪 然后下得很大 然后我就在外边走 走呢 我正好看到 有一个人蹲在地上 打了一把绿伞 对 这把伞 太点睛之笔了 对 没错 我说这个太好了 太美了 我就一定要拍 就是手机拍的 然后下面那个梯子呢 其实也是一个 光影的和色彩的对比 也是在北京的 一个文创园拍的 太棒了 就是一个橘红色的墙 正好是夕阳照在上面 一个梯子 一个影子 其实摄影作品 有不同的风格 有黑白 有彩色 有这个光影对比 就是包括很多摄影师 他自己的风格 也都不一样 我就看了很多 国外的一些 一些摄影作品以后 其实看多了之后 你对这种构图 就会有一个 本能的一个判断 我经常说这个摄影 是我音乐之外的 第二种表达 您这张梯子的照片 完全可以做 维特根斯坦的 这个哲学的封面 因为维特根斯坦说 他的哲学就是一把梯子 他说你把我的哲学学了 把我的梯子爬上去以后 你就要把我的梯子 给扔掉 太形象 我一看到这个 就想起维特根斯坦 太形象了 其实这种静悟的东西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 每个人看到的理解都不同 关键是你表达了 你表达了你此时此刻 对光影 对色彩的认识 就够了 谢谢 山东热剧厚色袈裟 追着奔牛去潘布罗纳 兴奋好奇又害怕 约会就在迈阿密 来一杯Pina Colada 我还想要去古巴 看扫三游东哈温那 传说中的巴别塔 它究竟在哪儿啊 我如何才能够到达 一路风轻加电话 人生有限世界太大 看天边夕阳西下 旅途越走越遥远 一路山花开满天涯 哥伦布大街的盛夏 流浪一人音乐喧哗 加勒比海风吹喇喇喇 瑞吉歌手的头发 耶路撒冷的哭腔下 许愿只跳风吹雨打 太极林一代芳华 爱情的手望洁白无瑕 我还想要去古巴 看扫三游东哈温那 传说中的巴别塔 它究竟在哪儿啊 我如何才能够到达 一路风轻加电话 一路风轻加电话 人生有限世界太大 看天边夕阳西下 旅途越走越遥远 一路山花开满天涯 准备好了就出发 心里不必太复杂 身心自由无牵挂 有多远就走多远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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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 — barrel on 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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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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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很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就是我在60岁生日的时候 其实我就要 在那一年 我说我给自己一个礼物 一个生日礼物 我就要学会划这个划板 60岁的生日礼物 对对对 就已经前两年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你知道是这样 就是我只是一个象征 只是一个仪式感 也就是说 人生到了这一个节点 你比如说什么四十不惑呀 五十什么什么六十之天命 就是中国人划分这个年龄段 有时候以十年作为一个单位去划分 没错 我从来也不过生日 但是我想让自己的 我这个 在这个年龄段上 我有一个值得记忆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60岁的时候 要干一件很帅的事 对干一个自己想干 一直没干的事 就是小的梦想 小的目标要一个一个去实现 不是有句话吗 叫女人如花 一生风景 次第开放 说人在不同的年龄段 会有不同的精彩 会有不同的绽放 不刻意 想学更多的东西 对 而且一定相信人生 还有次第开放的风景 一定会的 我再跟你说说这个 这个南极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旅行当中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对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说 我在这个南极的这个船上 先说那个两个老大爷 那个左上角和这个 是一位挪威的一位 一个科学家 我们就管他叫挪威大爷 因为记不住他的名字 特别长 挪威大爷 这个很北京话 对 挪威大爷 这位挪威老大爷呢 他是一个科学家 他是一个教授 他有他自己的科研项目 但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七十多 八十了好像 我记得是 他反而要在极地 这么严寒的这种环境下 去工作 我特别佩服 我由衷地佩服 然后这边这个女孩 戴墨镜的这个女孩子呢 她是这个探浅队的队长 我还记得她叫安娅 对 她是一个德国人 她带领着这个团队里面 有很多男的 男士 她带领着这些人 每天去登陆 然后她制定这些路线 她负责游客的安全 什么什么 全是她 很年轻 好像三十多岁 我记得 我也非常佩服 我也非常佩服 她就是说 我说你为什么 要在这儿工作 她说我就是喜欢啊 我不愿成年 在室内待着 在城市待着 这就是她的一种 生活的一种理念 就是你知道 当你在这个旅途当中 碰到这些人的时候 当你了解到 他们的生活的时候 你是看到了 一个不同的人生 看到了形形色色 不同的人生 这是我觉得 旅途当中 最大的一个收获 还有就是我2019年 我从北京开车去新疆 一路向西 沿着那个G7公路 2000多公里吧 应该是 旅途当中 也碰到非常多的 有意思的事 而且在新疆 你知道有一条路 叫独库公路 是每一个自驾的人 都愿意走的 非常险峻 第一天我就开了900公里 中间要歇一下 然后再到下一个城市 一个人第一天 就开了900公里 对对对 很累很累很累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荒漠 那个大漠孤烟 然后有的时候 飞沙走石 赶离了你 所有都市的生活 和都市的记忆 那时候我也不开机 我就一个 就往前开 你不知道 深处何处的 那种感觉 特有意思 然后呢 偶尔在路途上 又会碰到 有意思的人 我在有一天 风特别大的有一天 在一个那个山口 因为新疆 有很多那个山呢 它中间有那个山口 那个风是非常大的 能把那个车都吹得直晃的那种 你就要使劲拔住那个方向盘 然后我看到前面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推着自行车 然后我也是 开过去以后停到马路边 我就过去跟他们搭话 是一对夫妇 我说你们从哪来的呀 他说我从辽宁来的 从辽宁骑到新疆啊 这也够可以的 然后我就跟他们搭话 我说我是北京来的 他说北京啊 咱们儿子在北京 所以你说有些风光 你错过了就错过了 但是这些人 这种生活理念 真的是他对你人生 对你自己的生活 都是有影响的 我发现您不管走到天南地北 国内国外 其实您特别关注人的风景 我关注 我觉得人特别值得研究 各种各样的人 各色人种 甭管是什么肤色的 我都觉得人是非常有意思的 值得去探究的 我听您这样的讲述 脑海里就浮现了 您刚才提到那个词 四地开放 四地开放 我觉得现在有一种 特别不好的一种 或多或少有一种年龄歧视 大家经常会说 那谁 哎呀 老了 两个字老了 就把你所有东西都否了 这人一老了 就是什么都不值得提了 其实不应该这样 我觉得在座的 都是风华正茂的少年 我们都风华正茂过 但是说人生真是 就是不同的年龄 有不同年龄的美 有不同年龄的风采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惧怕老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草如荫 月光把爱恋 洒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游走 那变幻的脚步 让我们难牵手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你我 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 往日又重现 我们留恋忘返 在悲伽而互盘 Lun Sang 李宗盛 王林 梦 杨icki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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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十两年以后 Zither Harp 这世间太少 不够证明融化 冰雪的神迹 就在某一天 你忽然出现 你清澈有神秘 在悲伽儿湖畔 你清澈有神秘 想悲伽儿湖畔 和陈老师聊了那么久 最后自然而然的陈老师 把话题面对我们 零零后的孩子们交流 那这样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 我也把结尾交给孩子们 你们听了那么久 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请教陈老师 陈老师您好 我之前有了解到 您非常喜欢穿白衬衫 我想知道您到底有多少件白衬衫呢 白衬衫啊 不到十件吧 应该是 第一我喜欢简约生活 我喜欢简约的服饰 生活里边 白衬衣牛仔裤是绝配 永远不过时 而且它看上去 永远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对 简洁 一句话 就是简洁 在时尚上 有一个词是 宁穿破 不穿错 就是这么回事 好 谢谢这位同学 谢谢老师 陈老师您好 您好 就是刚刚看您的视频 还有您讲的一段 又一段精彩的故事 我感觉您是一个 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然后呢我想问一下 您平时除了赛车旅行 这样的兴趣以外 对生活的柴米油盐 有什么看法呢 柴米油盐啊 好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 竟然没设计到 好问题 我跟你说 我的生活既有风花雪月 又有柴米油盐 我这么多年 我的生活 一直是我自己做家务 对 做饭呢 不能算做得多好吃吧 但是能做 肯定的 另外一个 我觉得一开始 比如说做家务 吸地 打扫 我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工作忙嘛 前些年 所以有时候觉得 这变成是一种负担 但是我还是去做 我后来逐渐觉得 这是我的一种修行 既是劳动 既是运动 同时也是一种 自己的自我调试吧 禅宗里面撒扫就是一种修行 对了 对了 很有必要的 皮柴丹水都是修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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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喜欢家里边 有一点凌乱 但是不脏 凌乱呢 是让它有一种烟火气 但是干净 卫生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秦老师 我们节目还有一个特别的仪式 有请 来 请登台 好 怎么样 签名 我们希望您在这样一张 了不起的唱片上面 留下您的签名 好的 好的 我记得您第一次 您还记得第一次拿这张面角是 第一次是在1989年 1989年那个时候 我这是那个游子银那首歌 游子银 那个是中国唱片社 金唱片第一届 首届 首届 对 而且那个时候 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的艺术家 然后我作为这个流行歌手吧 青年歌手 也是第一位 对 对 那时候都是很多老的那些艺术家 包括相声演员 都是一些大师得的 那分量很重 是 我也非常的荣幸 第二次是 第二次是2010年 那是我的应该一张专辑 叫《一路风情》 《一路风情》 就是刚才我们也聊到了 就是里边的歌词 都是我写的 那样一张专辑 这话说已经是十几年前了 对 我也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 好的作品跟大家分享 然后有机会的话 再得一张第三张金唱片 一定会的